互联网信息技术发展带来传媒生态的深刻变革,在媒体融合发展的时代大潮中,海外华文媒体该如何用好技术红利,走好转型发展,融合共生之路。 10月12日,在石家庄举办的第十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上,约会嘉宾就心形势下的媒体转型与发展,开展交流。 印尼国际日报集团董事长熊德龙表示,传统媒体想要发展,一定要和新媒体结合起来。 他透露,近期印尼国际日报集团就与中国深圳的一家公司合作,通过手机短信发送及时的信息视频,为读者提供更方便、快捷的新闻服务。 短信不是文字短信,是视频短信,有36秒可以把我们报纸就放在短信上,全世界在哪一秒钟就可以看到。 随着新媒体不断发展,逐渐多元的社交平台和日益丰富的交流方式融入人们的工作和生活,不少传统媒体因时质疑,因地质疑,推出一系列新形势下的传播策略。 我们也推出了手机报,还有Facebook,YouTube,这些我们都有的,除了平面媒体以外,我们也加入了视频组,在原来的基础上面,增加了视频组,去制作一些装题,一些视频,吸引读者。 像刚刚从海南来吧,基本上没看到一个好玩的,新鲜的,基本上我在参观完了,我都会剪一个两分钟的抖音。 所以当时很多的一些老同志吧,看了都也很好奇。 除了这个报纸,周刊,还有这个网站,还有这个微信,还有这个Facebook,Twitter, and Intergram也是有了。 我们都是物商配合,以印刷媒介为主,然后再配合其他的这个电子传媒。 作为华人发声的平台,华文媒体肩负着增强海外华人凝聚力,传播中国声音的责任和使命, 如何利用好新媒体优势,拓展更广泛的受众群体,掌握传播话语权,值得深入探讨。 像最近我们在9月下旬的时候,多伦多的留学生和华人走向街头,走到这个多伦多的街头,去支持香港政府,支持香港警察。 我们发起这样的活动的时候,没想到我们的在微信公众号,三天之内打到48万次。 在全媒体时代,转型和融合将为海外华文媒体带来新的生命。 在历史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上,如何转型求生,融合求变,海外华文媒体将贡献新的洞见和思考。